对于这个三聚亲安零容忍 结果呢看到总统昨天就公开力挺啊 卫生署要全面下架 强硬的措施雇大家的安全 结果到了晚上好了 卫生署竟然又放宽标准了 那总统怎么办呢 现在只好昨天力挺今天沉默啦 只是还是说相关的机制不健全 的确有检讨的必要 才力挺全面下架的强硬措施 晚上卫生署标准竟然大转弯 连总统都在状况外 我们现在国民党跟共产党啊 我们相当好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胸怀大陆啦 虽然他这个有三路对哪一回呢 这玩笑开的实在太尴尬 卫生署决定比照香港标准 恰恰好是在国台办记者会之后 让人忍不住质疑政策到底为谁而定 这个独乃事件让大家深刻的感觉到 不论是台湾东南亚或者是两岸 在食品卫生安全维护方面 我们业者的良心 政府的用心 消费者的关心都缺一不可 我们现存的许多机制 都有检讨的必要 我们国内的检验制度 我们国内的相关的申报制度 乃至于跟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地区建立相关安全卫生的连线 总统只差没有直接点名 要卫生署好好检讨 民众啊毕竟是这个仰望政府 能够提供足够的资讯 以及安全的保障 昨天我也说过 人民的不安是政府的责任 博满卫生署政策一日三变 总统耐心有限 再次强调政府责任 其实是在要求行政院 上上下下上进发条 绝对希望林郑宇成为为 先许小组 台北我的 我们下车的责任